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19日 星期五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王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5月17日 網上傳出兩張截圖顯示 中共地方政府賺冒危機在加劇 企業余景通APP發布 貴州省會桂陽市和內蒙古首府 呼和浩特市財政局的公告 都在說無法化解地方債務危機 兩則通告原本分別發布在 歸陽和呼和浩特市官網 不過很快被刪除 現在企業余景通常的消息被截圖 延後流傳 其中 歸陽市財政局聲稱 該市已進入常債高峰期 面臨可常債財力不足 防爆雷壓力大 技術手段化債以基本窮盡等問題 後續化債任務面臨較大困難 財政局還說 呼和浩特市財政局說 該市隱形債務達928億3600萬 通過其他措施化解債務的餘地越來越小 上個月 貴州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網站曾發文 求救說 貴州省各地的化解債務工作都異常艱難 只是單靠自身能力已經無法得到有效解決 準備向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尋求幫助 時事評論員秦鵬當時分析說 這是全國第一次有省級政府公開宣稱債務以爆雷 貴州在無私下與中央商討之前 就公開發文自爆其醜 可能是在公開逼供中南海 表示你要幫我 要不然死給你看 現在一個月過去 歸陽再次公開施壓 連呼和號突日加入來 說意味著中共地方債危機 開始連環爆 觀察人士曾分析說 地方債危機一旦爆發 可能導致地方政府出不到工資 亦無維穩經費 中共政權就可能逃崩瓦解 正經觀察家范囚曾提出 當中共每個行政單位財政都是赤字 中央也沒有錢填補 這個情況如果持續兩年 中國就進入後中共時代 中共的軍警強力部門開始拿不到薪水 將會是更明確的信號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全球政策與戰略學院史鍾浩教授 較早前接受不知名的博客採訪 傾道中國地方債問題時曾分析說 所以中國在出現嚴重地方債危機後 還能保持政治穩定 是因為中國的有錢人 沒有能力將錢大量轉出過 一兩個億沒有問題 可以通過地下錢莊 但一些非常有錢的人 他有幾十億幾百億美元的資產 他們沒有能力一下子轉出過 就是因為政治上 中央的權威還是非常大 這樣央行還可以靠人鈔解決地方債問題 未來如果北京出現政治上的真空 整個體系就馬上不行 有錢人馬上就會將大量的錢轉出去 一旦這樣 中國馬上就有金融危機 日經報導指出 北京當局仍然沒有公布去年最後三個月的 婚姻與死亡人口數據 這引發了很多猜測 人們認為政府之所以延遲發布這些數據 是因為去年12月 新冠感染激增導致過多人口喪生 報導指出 中共民政部門通常在三個月內 發布分散火化相關的數據 但這次發布數據的時間就推遲 原定在4月份發布的數據 中共政府沒有急事發布 東京伊騰宗研究所的玉彤吉野表示 他認為去年北京結束疫情限制之後 政府追蹤相關數據的能力可能受到限制 北京當局或者到現在也不知道 去年年底發生了多少次火化 第一生命研究所的首席經濟學家西濱設認為 中共延遲發布數據會加劇外界 對中國實際狀況惡化的猜測 無論是婚姻數據還是死亡數據 如果沒有準確的數據 很難確定未來的政策有效性發展 在去年12月底 中國因疫情喪生的人口數目激增 導致火葬場不堪重負 了解真相的殯儀館工作人員表示 當時火化工作量巨大 屍體堆積如山 甚至出現殯儀館暴露的現象 這都是中共野蠻放開的邪惡政策導致的 今年1月16日大紀元報導 法輪功創刺人李洪志大師說 三年多例中共一直在掩蓋疫情 中國的疫情已經死了4億人 這波疫情結束的時候 中國會死5億人 中國動督少演員House李浩石被指在演出時 侮辱解放軍一事持續發酵 他和所屬公司不僅遭到中共官方媒體、官方媒體 和所謂的外國群眾的強烈答罰、罰款上千萬元 最新傳出消息指李浩石本人甚至遭到北京市 朝陽區警方立案調查 而且面臨牢獄之災 與此同時 該事件引發的風暴也在此持續擴大 影響中國整個動督少行業 有3間公司的動督少演出已經暫停 外國人的一些演出也被迫取消 18日BBC獲得消息 李浩石已經在18日上午被中共公安拘捕 綜合媒體報導 《笑果文化》的脫口鬚演員House李浩石13日 在北京演出時以作風優良、能打勝仗來形容野狗 被指侮辱解放軍 《笑果文化》隨即被無限期暫停在北京所有演出 它所屬的上海《笑生文化傳媒公司》 被罰款人民幣1335萬 以隨著事件的持續發酵 目前已無法在《笑果文化》 應用程式上搜索到任何城市 任何日期的演員門票 李浩石本人已被立案調查 輕則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的 公然捏造事實誹謗他人 處以最多15天以下拘留 以及500元人民幣以下罰款 重則以刑法侮辱罪追究 將面臨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 根據中共軍人地位和權益保障法 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任何方式 詆毀、貶損軍人的榮譽、侮辱、誹謗軍人的名譽 一旦違反、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者 將給予治安管理處罰 構成犯罪者便追究其刑事責任 17日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指出 北京當局作出這項嚴厲懲罰 突顯脫口秀演員 面臨內容審查環境惡化的現實 報導說 在中國 政治不是一件好笑的事 娛樂界人士踩線 恐會將面臨嚴重後果 在這場風暴持續擴大背景下 已由多家公司包括 單立人喜劇、貓頭影喜劇 及笑生喜劇脫口秀俱樂部 在一些城市的脫口秀演出暫停 有媒體報導認為 一場脫口秀行業的整頓來臨 除此之外 近日亦有國外表演者在中國的演出被暫停 且原因不明 受到影響的包括 日本爭旅音樂人 樂施智寬邦原定17日 在廣州的演出臨時被取消 主辦方法公告稱 接上級部門通知 因不可抗力而取消在廣州的演出 上海獨立樂團上海秋田 亦在17日發布公告稱 因不可抗力因素 當晚的演出被逼取消 原定20日在杭州演出的 台灣三人編制樂團 以指樂團亦發出取消演出通知 中有網民在推特上爆料指 多個位於北京的酒吧 亦將外國人士的演出取消 更指出 只要樂隊有外國人 這樣這名外國人便無法上台 自由亞洲電台引述 旅美時事評論員橫河的分析說 官方之所以大動干戈 是因為這段脫口鬚實際冒犯的是習近平 因為現在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 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了 例如被他看過的茶杯也要被展覽 那麼習近平說過的說話 即為共軍樂的定義 豈能隨便採用 更何況用在狗身上 橫河指出 實際上中共從未真正尊重過共軍長士 例如中越魯山戰役震亡的士兵 家屬幾十年都沒有錢到當地數目 誰管 為何現在會突然重視軍人呢 他認為這次整治脫口鬚就是殺一警白 表明無論官場還是娛樂界 習近平的權威絕對不容挑戰 另外 旅美前中共海軍宗教姚誠 就以中印邊界衝突為例說明 當時印軍陣亡二十多人 印度官方為他們舉行國葬 而中共確將陣亡軍人偷偷掩埋 家人都不准看 姚誠反問中國軍人哪有榮語 下面是《希望之聲》記者非真的採訪報道 《路透社》和《益普索最新民條》顯示 有三分之二美國人擔心 人工智能的負面衝擊 六成一的人認為會讓未來的人處於危險境地 威脅人類文明 與此同時 中共將人工智能用於戰爭的趨勢 已經引起美國國防部的關注 並引發對人工智能軍備競賽的擔憂 而這樣最終可能加劇美中之間的衝突 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 優思儀在接受《希望之聲》記者採訪時表示 從理論上說 AI其實沒什麼好害怕的 只能說通常有心的人 壞人都是人自己 不會是AI 對於AI衍生的負面效應 優思而有三點看法 第一就是 AI可能會被賦予情感化 在動機上、情感上 它有可能會有侮辱、妒忌、眼紅、恨意、歧視 這些都是在AI的語法或演算法中 其實是可以射出來的 但它畢竟是機器 所以它的反應不會像人類的反應 那麼自然和那麼緊密 第二 例如說 在選舉期間假新聞的散布 政治人物的票竊問題等 AI可能會被有心人士拿來操容 最後一點 我要說 為什麼這麼多人反彈 主要是因為很多人怕工作被取代 此外 Trump GPT支付 新藏公司OpenAI首席執行官 Sam Orman 16日在美國參議院 提出警告 稱使用人工智能AI干擾選舉公正性 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領域 並表示這項技術應該受到監管 對此 優絲而認為人工智能的監管 必須正本清源回到法律 回到人性 各國政府畢竟有公權力 它可以控制電力網絡基礎設施 甚至可以監聽 還有這樣的監管委員會發言的成立 該有怎樣的設備 呼籲怎樣的權利等 優絲而表示 一些北歐國家是可以值得學習的 北歐國家他們在最早由國會成立的 因為很多都是內閣制國家 國會成立的跨黨派小組 他們有監管 他其實就是可以做很多監管的工作 等於說他們有自己的一個舉法系統 他就要聯繫檢察官 檢察官他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作戰單位 那麼檢察官就可以去指揮 當證據足的時候進行辦案 另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中國將人工智能用於戰爭的趨勢 已經對從直谷到五個大樓在內的 美國各個領域敲響警鐘 身為美軍加速應用人工智能倡議的負責人 各個公司前執行長斯密特 17日在眾議院針對不同問題舉行的聽證會上作證 他的特別競爭研究項目在這個月發表報告 指出美國必須重新設計軍隊以應對這威脅 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看 下次再會